無線新聞一個攝影師 晚上在旺角採訪期間 被黑衣人用鐵通襲擊和枯頸 攝影師受傷送軟 無線電視譴責暴力行為 晚上10點多 本台攝影隊在尼敦道 和阿佳路街交界拍攝 大約9個黑衣人走過來 之後打爛攝影機和嘔打攝影師 正在拍攝東西 其實站在這裏 不是有什麼衝突發生 突然間有幾個黑衣人走過來問我 你是否是TZB 我就回答他 然後就開始搶我的攝影機 他們是拿著鐵棍 我的鐵棍有些好像手臂那麼粗 然後就鋪著我的腳架 就被他搶走了 然後就扔了我地下 然後就在那裏割 割到整部機粉碎了 也都有一些人過來 就開始鋪我的頸 有些人就說 我們只是打機器而已 不會打人的 但是也都有一些人 就已經動手動腳在那裏 鋪著我的頸 打人 拉人 這樣 接著就被他鋪著頸 扭傷了頸 這樣扭傷了腳 這樣 攝影師要送院治理 已經報了警 無線電視譴責有關暴力行為 嚴重危害採訪隊人身安全 和影響採訪工作 無線將會繼續無謂無懼 為觀眾報道 無線電視記者潘慧能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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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